今天是盛裝出席 非常感謝 為了您的節目 當然要打扮得比較 比較慎重一點 這就是燕光四射 據妳是個很好的交情的朋友都說 妳是個很豪爽的人 對啊 其實我蠻值得 蠻天真的 也蠻天真的 朋友也很多 是不是 那麼這個歌唱來 意思都是妳 是個興趣 那麼在我們這個時來講 好像英文很呱呱叫的人 好像很多 因為ABC 真的 那在早期妳就唱夕陽歌 那這個 怎麼樣這麼好的英文題字呢 其實我的英文題字一點都不好 在台灣土生土長 怎麼可能英文題字好嗎 對啊 人家都以為什麼 他生還不會講英文 那不可能的 對啊 那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 六七零年代的那個夕陽歌曲 蠻好聽的你知道 聽到了之後我就很有興趣 就想要知道那個歌詞在講什麼 就這樣研究研究 就慢慢就是每一首歌啊 就插插字典啊 然後慢慢這樣累積的 我們中國人 東方人啊 尤其是說 你走這個 我們自己 中國人的一種色彩 或是歌路一種氣息啊 還好掌握 對 那麼東方人的唱西洋歌 那種 湧湧蘭蘭蘭的 一種情調跟Sexy啊 這這個你掌握得也很好啊 謝謝 感覺你這個人好像很會彈情說愛的 不會 這樣您就 真的 我真的是最不會彈情說愛的 我是那種碰到男生 如果喜歡的的話 我可能就這樣 我就會很尷尬 很多招式主要做Sexy對不對 不會 真的不會 其實大家對我都誤會了 實際上 居然是個滿傳統的是不是 對 這該不會講 您還在家裡繡繡花打打毛線 雖然沒有 我跟你講 雖然沒有繡繡花打打毛線你知道嗎 我這家真的是每天做家事 每天做飯的那種 這樣子的 真的耶 還挺研究美食在廚房裡穿梭的 你問我的朋友 差不多有來過我家吃過飯 但是吃我親手燒的 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怎麼會 真的有給他這種感覺啊 我們就覺得妳好像 可能是怎麼講 都是常常在美容院裡 這個做做臉 修的時候是個手腳 你看我的手指甲像是 專門逛委託行 沒有 真的 誤會一場 誤會一場 真的 這個如果我在這邊講的話 這美容院可能對我就是 非常不諒解 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去美容院 算不到妳的錢 對啊 我的頭髮很簡單 都自己剪自己戲 啊 自己來 然後呢指甲呢 就是拿那個夾 夾指甲那個東西 剪完了自己錯一錯 對 把它給剪光就對了 完全也不留指甲 就是這樣子 就是 除了偶爾在這個節目中 邀請您才秀一下 其實我知道 妳平常都沒有 也是馬不停蹄 歌唱這個工作 隨時都有一直在進行 對啊 就跟您一樣嘛 我們真的是 歌唱的公務人員 只不過你是高級的公務人員 我們是一般的 那這個方式的不同 其實妳也沒閒著 對啊 沒閒著 都是在POP裡面 POP的生態也聊聊好不好 還有這個上班的感覺 每天去報到的話 有的時候不知不覺 我們也會養成習慣 對 時間到了或是 一天不唱會覺得怪怪的 對 有的時候我們唱的地方 然後這個稍微裝修 讓我們停個一個月 反而覺得不知所措 真的耶 我記得我以前也是 我那時候365天 每天都唱 是 其實有的時候 萬一一個禮拜沒有唱到 你知道 等到第七天來唱歌 是會覺得 不會唱 對 好像有點生疏了這樣 是 我們這個怎麼講 這個要常常的這個 一直保持一個狀態下 骨頭有一點這個 謝謝 然後這個唱這 休息以後的第一場 滿身大汗 你會不會覺得 對 我也是一樣 我也是 安田也無力 我一唱的歌 我是全身流汗的 然後那個連那個 蓋子窩的 一直往下滴汗 唉唷 說著說著就 現在那個廣告 不是很流行 屬於這個 多水型的 這是 排汗量高一點 沒有 我大概 因為這是 有點像在 我是講真的 你這個啊啊一聲 好像讓我覺得有罪惡的感覺 沒有 因為我這個是 有點 我覺得唱歌有點像在運氣 內功 對… 你知道嗎 所以會從這個 蓋子窩子 流汗這樣 只要有毛孔的地方 是… 所以這個唱歌其實是 就是很好的運動 對啊 不斷說你們唱歌 因為有冷氣 怎麼還會那麼一頭大汗 齊裝都濕透了 沒錯 這就是這麼回事 不唱啊真的 反而損失一個很基本的運動 對… 對… 說到這個歌曲啊 這個… 我們剛剛聽了這幾首之後呢 我想今天你特別在節目中準備了 還有一些浪漫情調的歌 對… 今天呢 這首歌曲是我在 第六張英文專輯 特別收錄 但是他這首歌雖然是 他的原唱者是 Steve Wonder 你知道嗎 那些… 是… 從唱歌搖來搖去 掛很多珠子 對… 可是這首歌把它重新編曲之後 有點爵士味道 唉呦 真的 我就沒有向你講了說 這麼懂裡面的意思啊 當然民風不同啊 文化也不同啊 所以這個… 但是我聽那個感覺 可以體會到那個氣氛跟情調 這個… 這個很奇妙啦 這樣有情調的人 這個… 始終還是一個人 這個… 這個怎麼講 怎麼沒有人能夠進入你的心坎裡嗎 其實我發覺我們在舞台的人 真的人家對我們有個錯覺 真的 人家會想說 他一定有人追 然後… 但是我們其實希望人家 能夠誠心誠意的來追我們 對不對 做朋友嘛 對不對 是… 誠心誠意的追著 對 誠心誠意的 那這麼說這些年來 其實當然也談過戀愛 一定有這個經驗 有…那當然 不合適就是了 也沒碰到合適的 其實… 其實都不是我自己選擇的 那可能是誤打誤撞 有人說 對啊 可能本來是 女兒們然後慢慢… 誒 不知道怎麼搞的 對 變…變男女朋友了 誒… 這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但是我們也感覺直覺上覺得 像王珍妮這樣 英文外文底子這麼好 也很可能另外一半是個外國人 那真的是沒有 西方人談過戀愛 沒… 也沒有啊 我連外國朋友都沒有 這個很奇怪 對啊 我已經碰到還有女兒問我說 欸… 你滿適合交個外… 老外的這個男朋友 我說 我真的沒… 如果碰到外國人 我是很開心 為什麼 可以練習英語 但是… 要是… 人家要是怎樣 我會很害怕 對嗎 因為我覺得還是不一樣的國情 好了 現在還是一個人 是啊 那麼剛剛發現這個 平安心講 剛碰到這個名單 王珍妮小姐 她說你滿保守的 不太多話 可是跟她聊起來滿愉快 滿流暢的 對啊 其實我這個 這是… 這是… 真面… 本來面目的 每次出去我都要稍微這樣子 好 重酷一點 是… 因為一講話就圓形不動 是 你剛剛說我不太敢多說話 這是太客氣了 其實很…很舒服嘛 那你看我節目 你有壓迫感嗎 你看過誰的節目 在我節目中出現 一定有原因的吧 上你節目 真的 我看過你的節目 因為上你節目 都會講滿多那種笑話的 連李嘉 你都… 你都不放過 對 她穿褲子滿短的 然後中間不是露一個小肚子 肚臍眼上還戴個鐵花 穿那個是裝扮 贏我型的 好可愛喔 就是從那個問題著想 那種打扮我喜歡 對… 說到這個 現在是所謂 尤其妳是洋派的人 有沒有什麼刺青之類的 沒有… 沒有 我不會去身上刺青的 我會去貼 貼的 貼 然後一個禮拜可以洗掉的那種 那刺青的這些流行的 妳覺得什麼 觀感上 可是萬一她這個 看膩了怎麼辦 對啊 像我貼膩一塊 我還可以撕掉 然後再換一塊 真的啊 對啊 可是她如果看膩的話 必須要… 聽說她要什麼雷射把它… 那很苦苦的 還挺費神的 除非妳就是永遠不要騙 就像我們的製作人 張插… 張插寫什麼 她把她愛人就秀在胸口上 真的 還有一個心 中間寫一個 那怎麼辦 鳳凰的鳳 那她這樣子就不能再… 不能再交下來 不能改啦 再改 那她如果在交下來 你是不是也一定要挑 那女孩子的名字是… 有縫的是不是 就是… 我們聊了一下 妳這個人也滿大方的 有什麼就說什麼 對 來到節目中呢 還有給我們帶來這麼多 好聽回味的歌 這個… 謝謝妳來到我們節目裡 不過意猶未盡 還要聽妳帶來最後一首歌 好 最後為大家帶來這首是 這個… 就… 這首歌在台灣滿有名的 因為連那個… 那是誰 楊麗花 她都…她都把它唱過 對 呼喲哩 呼喲 這個歌也是很有情感 對啊 她是屬於抒情的嗎 本來她很抒情的 妳把她也辯奏一下 也是辯奏了 辯奏有點R&B的 就… 她就很忙碰到 她是一首歌 好… 那還有,她是一首歌 我可以了 她可以了 她從來 那還沒 兩首歌 非常進入 讃 對